上回说到佟林到了清真寺 叫了半天 里边没人出来 佟林就进去了 佟林刚往里走了几步 铁三把 犹打里边出来了 哎呦 佟侠哥爷 您来了 我正准备出去接您去呢 铁三把 您好啊 两个人彼此请了安 海川就问 铁三把 我喊了半天回事 怎么没人答应 佟侠哥爷呀 咱们这寺里头可没回事的 不瞒您说 咱们叫民随便出随便进 怎么着都可以 没回事这规矩 哦 原来是这样 下回来我就知道了 海川随着铁三把往里走 顺着北边的脚门往东走 走到第二层殿 南边就是大月台 在东大殿 在东大殿前有一部篮子 这大殿 威额壮观 斗拱重演 讲究极了 海川上瞧着呢 巴搭 北屋门帘一响 腰打里边走出一个人类 铁三把高声寒嚷 铜侠可爷来了 海川一看 好人样啊 海川可琢磨出来了 这个人是不是 辅圣标局的标主 鼓上飞仙丁锐龙 还真让海川猜着了 这个人正是丁大把 这丁大把 光头没戴帽子 顶还没卸呢 花白剪了股小辫 花白的眉毛 斜飞入天苍一双大眼 朔朔放光 鼻如玉柱 唇似单涂 一对元宝耳朵 上嘴唇 一字起口 海下的胡须 也就一尺来长 海川按数大指 这丁大把 还真够个份 铁三把用手一指 侠可爷 这位就是我哥哥 鼓上飞仙丁锐龙丁大把 哥哥 这位就是童侠可爷 丁锐龙赶紧过来 抢不进身请安 侠可爷 丁锐龙给您请安了 丁大把 我统领可不敢当 统领给您请安 两个人彼此打痕都请了安了 互相都有爱慕之意 海川年轻 海川鲜说话 丁大把 听铁三把 常常提到您 我仰慕已久 就想跟您见个面 今天 以为我 同龄平生之愿 侠可爷呀 您也太客气了 久仰您的大名如雷贯耿 我们寺里头老爸爸 经常提到您 我呀 早就想到府上登门拜望 不得机会 侠可爷 此地不是讲话之所 请 铁三把就把连子掀起来了 两个人进来 同里一看 屋里的陈设也十分讲究 就在正中 八仙桌子 脚子 站着一个人 海川觉得这人有点眼熟 个儿不高 挺瘦 一身黄土布的衣服 腰里刹着绒绳 搬尖撒鞋 白袜子 黄黄的眉毛 一双大眼睛 挺有神 这岁数呢 在五十上下 脸上 有几块伤 刚定了嘎吱 丁锐龙用手一指 二位 认识吗 丁大把 请问这位 你们二位可见过几回面了 见过几回面了 海川再一看 这人鼻梁鼓上 跟脑门上都有伤 海川还没明白过来呢 这人过得请安 侠可爷 我给您请安 对不起您 我访了您好几次 就是 没能跟您见面 因为我不敢 侠可爷 我在您面前 可栽了跟头了 哦 海川明白了 这位 就是领着我 四层六成墙的那位 不不 是我同林栽了 侠可爷 是我在了 您看 我这脑门 跟鼻梁鼓上 可都有伤啊 我栽了 不 还是我同林栽了 丁大把也乐了 你们二位 是不打不相交啊 侠可爷 这是我们教中的一位兄弟 神行无影 五金堂 他呀 就是腿快 能那可不成 侠可爷 你从江南压着盗宝的亲饭回到北京 从菜市口一走 他呢 就在西豪年堂 这台阶上站着 他看见您了 就想拜访拜访您 可他又不敢 所以呀 他才 仗着胆子 带您溜了几次成墙 说到这五金堂说话了 侠可爷 第四次 我可栽在您手里了 我追着追着 你迎到我前面去 我扭头一跑 有人一抄我的脚脖子 把我从城墙上扔下来了 那不是您是谁 我还听见您说了两个字 淘气 您瞧 我这根头栽大的吧 这伤就是这么来的 不对呀 童林琢磨这里头有事 我也没说这俩事 我也没抄他呀 童林没说话 不 吴兄啊 还是我栽了 您在我大褂上 顺了成砖 又掐了我的便算 我都不知道啊 哎 我可没这么大能力 我这两条腿是不慢 告诉您 拴成砖 绝对不是我五金堂干的 嗯 童林明白 就凭他这本事 能掐我的便算 大褂底板上 给我拴成砖 不是他 可这又是谁呢 谁抄他脚脖子的呢 童林没说 五金堂跟童林两个人 客气了客气 丁大把用手一指 别客气了 坐吧 就在这时候 铁三马呢 就把礼物这帘子 给掀起来 优大礼物里脉步走出一个白胡须的老人 锐龙啊 把我跟海川 我们爷儿俩给指引指引吧 哈哈哈哈 声音十分红亮 海川一看 眼前一亮啊 这老爷子 个儿不高 中等的身材 圆背封腰 身上穿着米色长衫 腰中 杀着绒绳 脚底下 是福字旅的鞋 两只白袜子 白棉绸的汉衫 望着脸上一看 赤红脸 哼 这脸望出泛红光 白胡子 半截是黄的 两道残眉 鞋飞路并植入天仓 这老爷子 微微一抬这上眼皮 二毛子金光炯炯 就好像两盏金灯 老人家笑容可居 风采可爱 捋着银篮望着一站 丁大把 就跟同龄说海川 跟老爷子见过面吧 海川愣了 丁大把 这位老人家 你不认识了 你琢磨琢磨 这是清真寺 老爷子能是谁呢 哦 海川明白了 老前辈 您是不是老筛海爷 哈哈哈哈 同龄啊 海川啊 你的徒弟没跟你面前提过我吗 同龄赶紧下跪 老晒海爷 老前辈在上 受万圣 同龄一半 得了 起来吧 我们清真人 不受礼啊 请个安 就行了 海川赶紧跪倒了 把这三人给救了 而且 夏广东 请来王石谷 惠太吉 才把 盗宝的国贼 韩宝 吴志广 捉住了 国宝才能还朝 同龄信说 老前辈 确实对我 同龄有恩 海川 非常 志诚 老爷子 孩子们 可多亏 您大叫 哈哈哈哈 海川 不是外人 海川 这时候 不明白 老筛海爷 为什么说这句话 因为海川 不知道 海川的哥哥 镇东侠 侯廷 是老筛海爷的 书北师职啊 侯师弟兄 那跟老筛海爷的 关系不是一般 侯师弟兄的 师父是谁啊 是西域大侠 马四把 那马四把 可是武林中 头一流的人物啊 这些事呢 咱们以后再说 所以老筛海爷乐了 哈哈哈哈 不是外人哪 海川 别客气 啊 徐人 少府 是你各个 侯振远的徒弟 他们侯家 跟我另有渊源 将来你会清楚的 你的孩子 也是一样 这是我 分类之事 我从江南 早就回来了 海川啊 你可好啊 脱老爷子的福 坐下坐下 咱们把这事啊 给说穿了 铁木金 叫我带他 室里头 担点事 五金堂呢 爱你 几次拜访你 带你六成枪 我全都知道 我告诉你 他不是坏人 啊 你们两个人 可要交个朋友 他呢 就是脚快点 腿快点 别的能力可不行 结果呢 塞了跟头 至于你说到 拴成砖的事 他可没跟我提呀 这孩子 不会说瞎话 得了 说到这就算了 上茶吧 上茶吧 几个人落座 有人献茶 一边喝茶 一边聊 这功夫可就不小了 老塞海爷 喝着茶 两只眼睛 眯缝着 看着同林 海川呢 我听说你奉师命 要行一家武术 叫八卦 棉丝盘龙掌 这一趟功夫 我这么大岁数呢 只是听说过 没瞧见过 海川 今天你既然来了 能不能到月台之上 练趟功夫 让我们银儿几个 开开一眼呢 如果说别人让海川练 海川不见得练 可是老塞海爷 也是老前辈啊 塞海爷一说 海川就不能不练了 一个对我们有恩 再说 他刚才说了 跟哥哥侯振元 另有渊源 得了 我练练吧 再说我练练有好处 人家是武林界的前辈 我哪个地方练得不对 人家一给我指点 我这能耐就 蹭蹭的往上涨啊 好吧 海川是个谦虚的人 老人家 按说我不应该 搬门弄斧 既然老人家吩咐下来 弟子就要献丑了 请老人家 指点指点 海川哪 你太客气了 老人家 请吧 咱们到月台上去 海川把包袱放在桌上 大家伙啊 都从北屋出来了 这月台呢 就设在西殿 跟东殿的中间 上头铺垫的挺平整 在这月台上练功 是个天然的好场子 月台有二尺多高 海川沧上了月台了 老筛海爷在月台下一站 海川哪 好好练 练出来 让老爷子我瞧瞧 哈哈哈哈 这老筛海爷在晚辈面前 就透着有点狂 有点放肤啊 可海川呢 是规规矩矩 一工到地 老前辈 丁大把 五爷 铁三把 给我瞧着点 海川双话 脸冲冬 望着一站 气罐丹田 二母凝视 心无杂念 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 左脚须 右脚石 拿桩站稳了 龙香虎坐 提顶吊当 然后取无极之事 晃动身形 走开了过步 双手揉动 当初老师在卧虎山怎么教的 现在同林一招一式的就怎么练 是规规矩矩 为什么呀 因为他知道老筛海也是高人 海川一点也不敢疏忽大意 八八六十四是八卦民司盘龙掌 外加三百六十四摇 尽命连环掌 同林是运用自如 海川的能力确实不错了 可以说炉火春青 登风造极了 想到哪儿 练到哪儿 心练合一 招数使出来 又扎实又好看 连海川自己都觉得挺美 古尚飞仙丁锐龙 信说罢了 我丁锐龙授老师铁掌 赛昆仑方飞 方四爷的亲传十六年 南七北六十三生 我创荡江湖 我总认为自己不错了 人家同林可比我胜强万倍呀 五金堂两只眼都直了 还带人六成强呢 幸亏没让他把我逮住 他要是把我逮住 拿我当成坏人 我的命就没了 没法比呀 铁掌马心说 嘿我的妈呀 我三亲二十母 全扔出去了 再把我俩哥哥六亲四十母 搁在一块我全卖了 我也练不出来这功夫 人家是明师出高头 嘿 老塞海爷 优打心里也赞成 这小孩同龄的功夫 确实不错 三十岁 功夫能练到这种程度 不简单 不简单 可是老塞海爷呢 确实岁数大了 有这么一点狂 一看童林练这八卦 棉丝盘龙掌 老爷的心里琢磨 你看他这一朝一世 功底扎实 他晃动身形 透出的美 其实童林呢 是练得好 自觉带出一种美 老塞海爷 看不过去了 这小孩有点狂 我得打打他的狂气 海川呢 别练了 老塞海爷说话了 童林赶紧收住招式 听着吧 看老爷子说什么 童林啊 我以为是什么南七 北六十三省 赫赫扬名的八卦 棉丝盘龙掌 看见啊 也是弹腿 老塞海爷这话说了一半 后边的话还没说出来呢 他什么意思 那意思 你这功夫 也有打弹腿的演化出来 这话还没说完呢 那么这话说的对还是不对 也算不错 从南京到北京 弹腿出在轿门中 那清真门弹腿 确实是了不起呀 从武术来说 各门武术之常 都能把人家清真的弹腿的精华 演化进去 老爷子没说完 这话刚说到这儿 同林心说 师父让我兴一家武术 感觉我这功夫 是弹腿 您教我弹腿 我兴得出去吗 那老塞海爷 说出这话里就没假了 人家弹腿是清真门的 拿手的功夫 哎呀 这师父怎么教我这个呢 这是怎么回事的事呢 海川心里不舒服 难过 眼泪都快出来了 就在这时候 有几个人 进了清真寺 游西望东走 我两夫 善哉善哉 恶慕 阿弥陀佛 声音洪亮 海川跟老塞海爷 以及丁大把这些人 顺声音回头一瞧 来了四位 两位老道 一个和尚 一个俗人 前面这位老道爷 泪下配件 银灰色的道袍 银灰色的中衣 厚点云鞋 一部银人飘洒在前胸 两道残眉 一双绘幕 神光足满 准头端正四字海口 一对圆包尔 卸了顶 晚发掐关 竹簪别顶 背插陈尾 正是海川寿宴 老恩师 谭笑轻居 吴吉子 二爷尚道明 第二位 个儿比前面这位 稍微高点 长方脸 两刀剑 没一双虎幕 鼻子口阔 大耳垂轮 一部银人 善满胸前 也是晚发掐关 金簪别顶 背插指尘 腰配宝剑 老县长 把脸一搭了 可不高兴了 这位 正是爱连居士太乙剑客三爷和道员 海川的恩师啊 两位恩师一到海川乐坏了 再往后一瞧 这位声音洪亮的大和尚 晃荡荡平顶身高 在八尺开外 前胸宽臂膀后 虎体雄腰 身穿黄色的僧袍 黄中衣黄僧鞋 白绫的高腰袜子 长得死亡大脸 两条眉毛 雪霜白 一根黑的都没有了 兽好挺长 两只惠幕放出光芒 鼻如玉柱 唇似丹霞 大耳垂伦 嘿 天生的罗汉象 头顶上 明显显露着六块寿界的香巴 背插浮尘 再瞧这最后一个 大家伙全都是一愣啊 后边这位俗人是谁 下回再说